Nordepay++ 这个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把刚刚那个CSV档 按右键之后 开启档案 我们用那个Nordepay++ 不过可能要重新开一下 他现在入境 要把它选择 用那个Nordepay++来开 没有 算了没关系 我可以直接怎么样 先用Nordepay++把它开起来 利用Nordepay++的好处 它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就是用其他的那个程式 所看不到 当然你如果用其他程式的话 可能有一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装在哪里 放在这里 OK 把它开一下 然后把档案直接丢进去算 当然理论上如果你装好 应该按右键 它会帮你加一个快速键 按拖拉过来 OK 那首先 它的便利地方 第一个 编码 其实你可以从这上面 可以看到它一些编码方式 预设 另外呢 可以从那个 这边可以切到特殊字元 检视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特殊字元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 显示所有的字元 显示所有的字元 按下它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我主要是要看那个后面的东西 它后面是什么分隔的 那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东西假如是在那个网路上面 那我第一个用replace把它抓下来 第二个我需要怎么样 需要去切割它嘛 那切割的话可能要分两阶段切割 所以两阶段就第一阶段我先把一列 先第一列不用了 第二列开始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话呢 第一个当然我的依据一定是先切这个 第二个是依据什么依据逗点 所以其实可能如果要把它切到那个串列里面 list里面的话 可能要先用这个切 切一笔reaker 再去切里面的个别的 所以先一列嘛 一笔一列 里面再切它里面的蓝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把资料切下来 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请各位呢 一样先建一个新的那个module 所以按右键 也许你新增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的话 我把它切到我这上面好了 OK 这边好 也许你按右键 你去新增一个那个module 那个module名称呢 我这边是给它一个叫read read这个csv 台北park等等 名称你自己取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先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就是input request OK 那其实这应该也input 第二件事情的话 其实就是底下的部分 我先这一段 先把它mark起来 先不要执行 接下来的话呢 我用request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get 那把这个后面这个给它一个自串 这一串实际上就我刚刚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一串 就这一串 OK 你当然现在点下去它会直接下载csv 就下载这一个 实际上它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放在云端上面的一个open data 我要怎么样呢 透过那个什么 透过request帮我下载 所以我就把它贴上去 贴上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它就get过来 再来的话呢 记得 它我就把这个get的结果怎么样 先丢给一个html的一个物件 让它去做接收 OK 那它接收到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你可能要设定一个encoding 它的一个属性encoding呢 我们记得把它改cp950 那为什么 其实我刚刚有提过 我们用那个记事本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话它是ansi 再来的话 其实第一步呢 我如果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print出来 我先怎么样 打一个print就好了 假设了我现在先 当下载资料第一个要先 确定资料有没有下载下来 所以你就利用什么呢 html里面有个属性 叫test test指的就是里面所有东西 我把它get 所以你会发现直接执行的话 就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帮我把所有的资料 全部下载下来了 就这样子 OK 它全部都是download下来 第一步我们就完工了 OK 但是第二个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当然我之后要把它丢到 那个database里面 所以我需要怎么样 做切割 可是这个切割的部分的话 你需要分两阶段来切割 第一阶段的话呢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特别呢 用那个 这个Nolivate Plus Plus开来 因为记得检视里面 这个还蛮好用的 显示所有资源 也就是说里面只要有特殊资源 它也会显示出来 那这个CR 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斜线R 然后LF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什么 一个N哦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 要做切割Split的话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东西 你真的就切 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做正确的切割 因为之前 我如果没有用这个的话 我可能第一直觉 我可能用反斜线N 我会认为它是个换行 但是我做半天 发现好像奇怪 怎么切 就是会多一个东西 或少一个东西 后来我直接干脆用这个来看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做切割的话 第一个啦 我们分两阶段 先切一列 再切个别的栏 OK 所以呢第一个 我就把什么呢 把这边 也许我先切割的话 我就建一个List1 因为等一下 第一阶段是List1 第二阶段是List2 然后呢 我就用HTML里面的资料 丢给它之后 我把它用Split Split这个地方 我就用斜线R 反斜线R 反斜线N 其实就是那个 我们刚刚看到的 在这边 有没有 CRLF 而且其实网路上所有的档案 都长得不一定都一样 你不要以为你一次就可以 全部都搞定所有切 最麻烦就这个啦 如果你给它分格符号给错的话 它切割的结果就不一定正确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把里面的资料做什么 当我切割完了嘛 切割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要把他所有资料分别读出来 所以读出来之后的话 我可以跑个回圈啦 for I in range 那当然他的串列一定是从零开始 到他总长度 减一 OK 所以 应该是他的全部总长度 应该不用减一 前面一个 这个应该不用减一才对吧 这个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呢 把那个 第二阶段呢 因为他切出来其实 只有切什么 切这个 就是等于是 把那个 换行的部分切出来 但他里面的东西没有切 所以如果里面中间假如是我是豆点 那我就怎样 再利用那个split 里面再加一个豆点 所以我就把第二阶段 切割完的东西 分别呢 在豆点切开 那第三个阶段的话呢 我就怎样 把它print出来 这个时候中间呢 我就改用呢 用tab键好了 tab的就是用那个定位点 把它做输出 那里面总共会有 一二三四个栏位 所以我分别把list0里面的第一个 其实就第一笔 这个第一笔资料 第二笔 第三 第四 中间加一个tab 把它做输出 好 类似像这样 把它直接执行一下 可以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out of range 这好像多了 所以我刚刚这边的话呢 总长度 我把它减1 这个等下再看一下 等下多 234 看一下是不是最后的 总共 这边VBCI LF234 那我就把它切割了 当然这个等下再看好了 切割出来之后的话 那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我已经把它下载 并且把它切割 然后放在个别的list里面 那为什么要放在list里面呢 待会儿如果要放在database里面 就比较简单 一个罗布一个坑嘛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这一段程式云端上也有了 好啦 画并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我们分成 第一阶段是把那个网路上的资料先get下来 第二阶段的话 记得要给它那个encoding 因为这个CSV档它是 ANSI CP950 那再来的话切割 就是那个资料 里面的话呢 我是它有一个CRLF 所以把它切割 这边的话请各位先试 再来的话 如果做完第一阶段之后 想一想 把上个礼拜 我们所交的那个SQL line 可能要把它加进来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希望它已经下载下来 但是下载下来之后呢 当然 顶多只是看到 我没办法存起来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储存在 我的那个database里面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就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再加进来